南瓜花不要再拿来喂猪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厨 今天来做一个好吃的美食 南瓜花 你们吃过买的 非常的营养美味 以前的南瓜花都是拿来喂猪 你学会了这种做法 再也不能拿来喂猪了 这个杆杆我们要把筋给它撕了 吃起来才不能开牙齿 这样理好的南瓜花呀 我们要加一些盐给它浸泡起来 这样能取出里面的葱卵杂质 我们把肥瘦相间的前颊肉 放在焦肉机里面 加一些姜葱水和打碎 如果你不怕麻烦 你会用刀剁 再加盐 胡椒粉 排红蚝油 再打一个鸡蛋在里面 从这个方向把它搅上进 再加香油 红薯粉 这样搅拌均匀 好了我们泡好的南瓜花 要清洗几遍 把水给它沥干 再这样子把肉馅儿 转到里面去 再用那个花瓣 给它收口 一半一半的 把它煸起来 这样煸好了 再用南瓜杆 给它封口 全部弄好了 我们上炉 用大火蒸四十分钟 让它熟透 接下来我们再拍点蒜 切点蒜木 炒出香味 炒香 再加入一些蚝油 把它炒香 炒香了再加一些水 再加点老抽 把颜色调一下 再加水淀粉 给它一个薄草 淀上一些漆锅油 淀上一些漆锅油 我们这个汁就炒好了 我们把蒸好的南瓜花 拿出来 摆入盘中 让它摆漂亮一点 有颜质 又美味的南瓜花 你喜欢不 记得给陈小厨一个点赞支持 摆好了之后 再浇上我们炒好的汁水 就可以上座了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